香港警队成立于1844年,也就是清朝宣宗道光24年,因为表现出色,香港警队韩副警,曾被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授予皇家香港警察,Royal Hong Kong Police的称呼,不过在1997年回归后,香港警队已改称香港警察。 截至2017年4月30日,香港警队人数为28998人此数聚部韩文职人员、辅警,其中女性占比16.1%,图片来自东方IC。 香港警察总部设有五大部门,分别是行动处、刑事及保安处、原事及训练处、监管处和财务、政务及策划处,其中,行动处、刑事及保安处由分管行动的副处长DCP直接管辖,也就是电影韩战钟梁嘉辉饰演的李文斌那个位置。 由于该名副处长是管辖欧纪、飞虎队等部门,往往被视为地位仅次于一哥警务处长,明星任达华的哥哥任达荣曾经担任此职务,已在2010年退休,图片来自东方IC。 为方便执行警务,全香港划分为六大总区,分别是港岛、东九龙、西九龙、新街北、新街南、水景,其中,内地观众最熟悉的,莫过于西九龙总区了。 这是因为尖沙嘴、望角、游麻地、深水部这些案件相对较多的区域,都属于西九龙总区晚霞,比如观众门耳熟能详的庙街、波兰街等等,比如,电影《暗战》中,许少雄饰演的黄骑法,其职务就是西九龙重案组总督查。 在第二部中,他却成了中区刑事副指挥官警司,升了一级,图片来自东方IC。 各总区军设有总部、内有政务、行动部、交通及刑事真机单位,每个总区又在划分为警区及分区,有些更细分至警署。 目前,全香港一共有24个警区,香港的辅警分部于五大陆上总区,水警总区是没有辅警的。 按照香港警队规定,服务于香港警察队的警务人员,需不从于当时宗教高级的辅警人员所有以口头或书面给予的合法命令。 也就是说,职级高的辅警可以指挥职级,比自己低的正规警察,图片来自东方IC。 当然,香港的辅警与内地的辅警不同,香港的辅警其实可以理解未兼职警察,他们可以配备警察装备,点三把手枪,十二把子弹,警棍,胡椒喷雾等等,拥有与正规警察一样的执法权。 辅警来自各行各业,执行有薪酬,以日薪或时薪计算,其中,警员辅警起薪点是九十二港元小时,警长辅警起薪点是一百三十五点五港元小时,督查辅警起薪点是二百一十二港元小时等,执击越高,薪酬越高。 正规警察起薪月薪为二万四千一百一十港元,图片来自东方IC。 PTU Police Tactical Unit及警察机动部队,目前全港共有七个长设大队,共一千一百九十名队员,及两个受训大队共三百四十名队员。 在紧急情况下,PTU可以立即提供后备警力以做任何调动。 从某种程度而言,PTU可是为香港警察的王牌部队。 PTU是进驻在五个路上总区的,图片来自东方IC。 。